在下见过屈大人 刚才可是你在衙门外击鼓 正是 放肆 你来到堂堂的州牙大堂之上 为何不向本大人行叩拜之礼 我乃永宁州莱补村 前朝崇祯十二年 副邦共生于成龙 你 莱补村的举人 于成龙 正是本人 于老爷 于老爷 实在对不起 来 这边请 这边请 屈大人 不必客气 在下不知道于老爷为何击鼓 可是有什么冤情 陈龙今日来到州牙大堂之上 只为被卡尔西全战土地的 万千湘名声张正义 你说什么 卡尔西身为永宁守备 不思百姓疾苦 不顾朝廷涌进圈地之令 反而大肆圈战 永宁各乡村明天熟地 败坏超纲 欺凌民众 事可忍 孰不可忍 陈龙恳请徐大人出面 替永宁百姓撑腰作主 勒领卡尔西停止恶行 并将所权之地 全部归还给原有的乡民 于老爷 你所言百姓疾苦 我身为地方的父母官 抵当 倾心尽力 不敢怠慢 只是在下区区一个 从无品的永宁之舟 虽说爱民有心 但是救民无数 如何能下令 让一个正无品的永宁守备 卡尔西大人停止圈堤呢 永宁守备虽官居正无品 但其职责旨在统礼军务 私办兵丁两下 而作为周官 我向曲大人 理当为顾礼百姓撑腰作主 更何况早在顺治四年 朝廷早已下罚过 涌进圈堤之令 此刻圈堤 卡尔西自属伪敬而行 说得对 圈堤之害遍及全国 大江南北无处不应丧失土地 而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百姓 永宁十里八乡的土地 几乎都被卡尔西他们圈战去了 如再继续任其圈战下去 必将家不成家 国将不国 天下名声也必将 无所惜迹 本乖永宁周周同 周内侯 在下虞成龙 见过周大人 虞老爷好 周大人 你不要危言耸听 曲大人 这怎么是危言耸听啊 曲大人此刻即刻前往 来捕村和传狗村去看看 那里的明天 安国寺的妙缠 永宁书院的雪田 已被卡尔西圈战一空 来捕村老少男女几百口子人 为了躲避卡尔西 都藏在安国寺不敢回家 曲大人有所不知 卡尔西不仅圈地 所到之处 见人就抓 消极为奴 容若不从 当场处决啊 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啊 这还不算 永宁书院的刑记堂刑先生 和从川口春 逃出来的名女石玉兰 此刻就被卡尔西 关在永宁书院 而我永宁 从北宋开保元年 设立的永宁书院 此刻进城了卡尔西 圈养马屁的马舅 天离难容 天离难容 周大人 徐大人 如若不及时 制止卡尔西的恶行 永宁百姓将永无宁日 将日日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啊 徐大人 卡尔西张狂之极 我等绝不可再继续放任不管 周大人 我们管得了 你知道 这个卡尔西大人 是什么样的人吗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 如此祸害百姓 我永宁周牙则无旁贷 非管不可 那好 那我就告诉你们 这个卡尔西是什么样的背脊 这个卡尔西 是当今义政大臣 太子太傅 曾经死心塌地 拥立顺治皇帝继位的大功臣 敖拜 敖大人的亲侄子 于老爷 这个卡尔西 是我这个小小的 执州管得了的吗 别说是我了 就是山西的府台大人 恐怕也得拒他三分 是 于老爷请留步 于老爷 小官只是一个从六品的周童 但小官执掌永宁一州 两马寻谱之势 卡尔西不顾朝廷的禁令 肆意圈战永宁的明天熟地 小官朝廷职责所在 当然要出面阻止 周大人 周大人 使不得使不得 我们 我们可是惹不起 这个卡尔齐大人 瞿大人 无需为此事担忧 也无需亲自过问此事 下官身为永宁周同 去和卡尔齐理论理论 又能怎样 于老爷 我们走 去见守备大人卡尔齐 周大人 请 请 周大人 告辞 周大人 你 姐 这 你不是去找死 是给我添麻烦 既人 成龙此番 去往永宁去找屈大人 也不知道 他们管不管咱们的事啊 管于不管 要看咱们说了 星庭点水过问一下也是管 董真阁的铁面无私 也是管 也不知道 到区大人会怎么管咱们的事啊 张先生 张先生 柳先生 张先生 柳先生 成龙大哥已经走了半天了 我这心里 老是觉得不踏实 我看哪 咱们应该去永宁衙门去看看去 好啊 那我们现在就走 走 我和你们一起去 好 走 玉兰姑娘 别怕 好 卡尔齐啊 是怕咱 趁他圈地那时候跑了 才把咱们绑起来的 行先生 实在抱歉 是我连累你了 傻孩子 说什么话呢 卡尔齐啊 会把咱们放了的 来 站住 你们三个干什么呢 我们找人 找什么人哪 找什么人 找你们这里最大的官 最大的 你们找我们最大的官 二位官爷 是这样 方才啊 他与你们说下了 我们要找的是 从来府村来告状的人 来告状的已经走了 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什么时候走的 刚才他说人走了 现在你就说不知道是吧 不是 你们要找的那人啊 已经走了有两个时辰了 是跟着我们衙门里的 周同 周大人一块走的 跟你们周同大人一块走的 对啊 周大人走的时候 还带了几个捕快 说是要上什么 来府村 好 谢了 静阳 要出事 成龙他们 一定是去来府村 找卡尔齐去了 这样 我跟玉林 现在就去来府村 你呢 赶快回安国寺 把这个情况 跟余大伯说一声 余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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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影 怎么了 是不是成龙出事了 成龙啊 和永宁州的周同周瑞和 回来府村 去找卡尔齐去了 那成龙怎么样了 静阳 快告诉我 成龙是不是出事了 夏云 先别着急 我再赶紧去找余大伯 别着急 成龙不是找死吗 静影 走 周大人 这就是永宁府院 怎么就这么两个宾钉啊 我想卡尔齐啊 又去圈地了 来 干什么的 都给我站住 我们是永宁衙门里的人 这位是周同 周瑞和 周大人 永宁 周 衙门的 来这儿干什么 我来见你们的卡尔齐卡大人 对不起 周大人 没有我们守备大人的命令 任何人不能靠近永宁书院 把路让开 这是周大人的命令 周大人的命令 在我们这儿不管用 退下 你故把路让开 别说你一个小小的周同 就是你们的支周来了 也不能靠近 阿相 干什么 干什么你们 周卑大人 安国寺妙产田丽的宣地旗 已经全都查好了 这安国寺的和尚 够老实的 居然没有下来阻止我们的 除了莱补村那帮刁民 哪个不知守备大人您的威风 集合队伍 跟我回莱补村 驾 回莱补村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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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村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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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龙 周大人 你们不该来 妙妇 周先生是来 帮我们找卡尔西来拼礼他 跟他这种人还有什么理可讲 卡尔西现在不在书院 我把你们送到安国寺 然后再找他拼礼不吃 承诺 你是知道的 我是不会离开书院的 行先生 请你无论如何先跟我们走 周大人 您有所不知 这座书院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 老夫现在是书院的山长 我怎么可以因为个人的安危 而弃书院于不顾呢 卡尔西仗着敖拜的权势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您无论如何不能留在书院 成龙啊 正因为如此 你们得赶紧走 他要是回来了 一个都走不了 带着玉兰赶紧地走 爹 赶紧走 快点 成龙 带着玉兰快走 爹夫 爹夫 周先生 爹夫 快 爹夫 你们走 你们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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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您先委屈一下 双飞大人 是 下官见过守备大人 周大人 你来干什么 下官有公务 要同守备大人商量 我的兵 是不是你下令绑的 他们拿刀都架到我脖子上了 阻止我来见大人 所以我就下令 把他们绑了 你一个小小的周童 竟敢捆我的卫兵 撕撤我的岗哨 死放我的犯人 谁给你的权利 朝廷给的 周睿和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的 你胆子不小啊 来人 将他给我拿下 快去 你要干什么 你是什么人 我是虞成龙 你就是虞成龙啊 就是那个崇祯十二年的 副榜公圣 你的胆子 比周睿和还大 你不仅敢带头闹事 还敢带人 拔了我圈地的棋子 今天要来书院抢人 我正要找你呢 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把他给我拿下 杀开 你要干什么 于成龙 你要是敢反抗 我今天就当场处决你 人在做 天在看 你欺凌百姓滥杀无辜 用您的老百姓 总有一天会把你拿下 二七 你违背了朝廷的禁令 肆意全战民帖 罪不可赦 周睿和 我告诉你 我只认顺治元年 摄政王多尔滚 带朝廷颁布的全帝令 朝廷的禁令 对我不起作用 你别忘了 卡尔奇 顺治四年三月 摄政王多尔滚奉旨颁布的 永行禁止全帝令中明文规定 从今以后 民间田屋不得复兴圈拔 卓 永行禁止 这是朝廷的法令 任何人不得践踏 我只知道 圈帝令中的规定 凡 东来诸王 勋辰 兵京 君客 携绳骑马 圈占土地 你这是强词多礼 圈帝令规定 只需你们圈占 进京各州县名人无主的荒田 以及前朝皇亲驸马 宫侯伯爵 太监 等荒汽的土地 而今天你居然跑到 永宁来劝占老百姓的明天 还说什么禁令对你不起作用 自古亡者犯法与民同罪 你卡尔西纵是敖拜的侄儿 也绝逃不过大秦律法的制裁 好了 把他俩给我捆上 这 这 这 给我拦住 给我拦住 乡亲们怎么来了 爹 爹 他爹 成龙 爹 娘 成龙 成龙 他爹 他爹 成龙 成龙 爹 成龙 成龙 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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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下去 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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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娘 谁让你们来的 成龙 成龙 成龙啊 成龙 成龙 是我跟靖阳叫他们来的 对 是我们爸想你们叫过来的 靖阳 靖阳 这样乡亲们太危险 怕危险我们就不来了 大脸 靖阳 守备大人 我是永宁州川口村 重军十二年的富榜共生 张吉仁 今天 率众乡亲们来这里 只为一件事 什么事 请你立刻将 永宁书院山长刑济堂先生 民女石玉兰 还有 永宁州周同 周大人 以及富榜共生于成龙 松榜放行 玉兰 哥 玉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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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命令我吗 不 我是在恳请你 那我要是不放呢 你先进兵 您放人 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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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敢担头到誓 我今天哥傻无乱 放人 放人 万万不可将事态扩大 否则乡亲们还是推的 放人 放人 听起来 放人 听起来 将军们 听起来 放人 放人 你的确是他们的头 他们狠听你的话 卡尔奇 咱们谈谈 谈什么 我可以跟你走 你把周大人 邢先生 还有民女十月兰 必须当场释放 秦洛 我要是不放呢 你要是不放 我想你已经看到了 我们莱捕村的乡亲们 今天是无论如何 要把邢先生和民女 全部交出去的 而且你还要明白一点 你不仅非法地拘留了 无辜的百姓 还非法拘留了 堂堂 廖品 长廷大员 赶快 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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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释放人 你必须释放人 这是我唯一的条件 不 周先生 你必须释放 我跟你说过 这是我唯一的条件 于老爷 我答应他这条件 赵大人 卡尔齐 你放人吧 放了人我们跟你走 把他俩给我捆起来 是 是 成龙大人 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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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解言 成龙大人 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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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下去 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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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大爹 成龙 成龙 快走 郑非爷 走 快走 走 大爹 玉兰 爹 爹 玉兰 先生 爹 玉兰 卡尔齐竟然拿 有寧书院的山长 行济堂和一个女女 换了有寧周同周瑞和 和有寧来谷村的举人于成龙 这是于成之气 于大人此言何意 卡尔齐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 他不该放了行济堂 他放了此人 正好为我们所有 第二 他不该抓了 周瑞和和于成龙 周瑞和是朝廷命官 而于成龙是前朝的举人 这两个人在永宁一带 都是有一定影响的人 他抓了这两个人 就等于是引火烧身了 走 走 周大人 什么大人 在这儿的都是囚犯 把他们给我关进去 是 走 周大人 周大人 请吧 快 赶紧给二位大人松保 你叫什么 回大人的话 小子名叫吕二 来 二位大人 那就先委屈一下吧 周大人 真是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 周大人笑什么 我叫卡尔齐 他上当了 卡尔齐上当了 他绑我 是他犯的第一个错误 他关我 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 你刚才在永宁书院 说的一点都不错 我是朝廷命官 他无端地关押我 就有人会替我申诉喊冤 您是指永宁之州屈大人 屈 他不会 他只会保自己 那 那还会有谁 你的岳障 你的先生 刑击他 我的先生 在永宁恐怕只有他 能把卡尔齐告到 周大人 我还是不明白 你会明白他 对 余老爷累了一天了 咱们是不是 该好好睡一觉了 周大人 你要睡觉 睡觉 睡觉 都怨我 都是我的错 是我连累刑先生和我一起受苦 是我害了周大人和于大哥 是我们的错 孩子 快起来 这怎么能怪你呢 快起来 快起来吧 快坐下吧 这卡尔齐丧心病狂 竟然将周大人和成龙投进了大牢 成龙 不仅是我的好女婿 更是我的好学生 她不为强权 为了百姓的利益 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此乃大义 人在做 天在看 亲家公 还是让大家想想办法 把他们给救出来吧 但卡尔齐在这个时候 还在继续宣战民田 不管怎么说 都是违背朝廷禁令的 刚才是谁说 卡尔齐违背了朝廷的禁令啊 我说的 有什么不对吗 请问 您就是永宁书院的山长 刑器堂刑先生吗 正是 本人永宁书院山长刑器堂 必然见过刑先生 您 先生 可否借一步讲话 请 先生 先生 请问 几位是什么人 找我们先生有什么事吗 不必多问了 几位在此等候 为什么不让我们跟先生一起去啊 因为事关重要 对不起了 你们到底什么人 这个无可奉告 如果几位今天不说清楚的话 我们是不会让先生跟你们去的 纪元 纪阳 没事 我随他们去 请 请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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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周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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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您真睡着了 我差一点就睡着了 什么时辰 应该伍事干过 余老爷 你是哪年的副榜公社 什么 崇祯十二年 现在是顺治十八年 你中举二十三年了 二十三年了 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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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不这么看 要我说今天这件事情 你就办得非常好 周大人 真这么认为 你可知道 你的乐章 新济堂行先生 不曾有半品官职 可他交出了举人进士 却遍布天下 如今隐退乡里的朱志俊 顺治两年任秘书院的四讲 兼修国史副总 还有顺治十五年考中进士的陈廷靖 如今是朝廷内密书院的 检讨 了得呀 周大人 你的意思是 卡尔齐全战土地一事 可让我岳父通过他的学生 将卡尔齐向皇上残合 余老爷睿智啊 本官正是此意 好 好 赵大人 我们设法将这个想法 告诉我岳父 行先生 我们是从京师来的 二位辛苦 这位是吏部笔帖师佛轮佛大人 佛大人好 行先生不必客气 快请坐 本人 户部主事 毕姓于 明国柱 余大人好 行先生 冒昧来访 有要事相商 朝廷内务府大臣明朱明大人 奉顺治皇帝的旨意 派我们来山西秘密查询 各地官吏 围禁圈战明田的事宜 今天来安国寺拜见行先生 就是想了解 永宁守备卡尔齐的恶劣行警 请先生务必食言相告 而后 我们即刻回京 和明大人一起 向皇上奏程 多谢二位大人 老夫一定尽快 将卡尔齐亲战我永宁百姓良臣首帝一事 书写成文 交与二位大人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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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先生 朝下的人走了 这会儿 可能已经出了永宁城了 看来成龙和周先生 很快就能回来了 卡尔齐欠占我们的土地 也很快就能还给我们了 此事没那么简单 卡尔齐是敖拜的亲侄子 敖拜又是顺之皇帝御前的重臣 想参照卡尔齐 敖拜是关键 此事 于老爷 你半天不说话想什么呢 我在想 给我岳父送信的事 我发现你是个很有定理的人 而且很有号召力 莱普存的乡亲 对你比对你的父亲 好像更加信任 周大人谬赞了 鹦鹉之人不论尊卑长幼 玉事往往比他人 更有决断和担当啊 丑大人 没想到你会如此夸人 陈龙乃一届潦倒书生 只会玷汉了这鹰鹉儿子 我不打搅你了 你接着想吧 报 兵区大人 我刚刚听永宁守备兵营的一个兵丁讲 说有卡尔齐大人 把周睿和周大人和那个于成龙 一同押入永宁守备军营的地牢了 你说的是真的 大人 此事千真万确呀 他们把事情越闹越大 越闹越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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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卑大人 看这回来捕村那帮刁民 就再也不敢来拔旗了 谁要是再敢来拔旗 拿一个就给我杀一个 绝不手软 大人说得极实 谁来就杀谁 川口村那边怎么样了 佛浪干得非常漂亮 八百五粮田 已经圈占了六百多亩 好 走 怎么回事 街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快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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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封大型皇帝遺诏 策立皇三子玄业继位 改名名为康熙元年 领尊大型皇帝遺命 指定义政大臣内务府总管索尼 内大臣护军统领苏克萨哈 一等宫少妇兼太子太妇厄毕隆 义政大臣二等宫领侍卫内大臣敖拜等 为辅政大臣 二位大人请 参见 欢见明珠大人 山西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大人 这是山西永宁书院山长行祭堂 提供的对永宁守备卡尔齐 违禁圈地草菅人命的陈述状 这先皇驾崩新军即位 敖拜又篡之了四大夫臣 这件事先放一放吧 但是要记住 一定要保密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这件事是顺治皇帝让我 害你们两个去的山西 下官明白 你们去吧 是 是 是 上纸告 친集团 圣族到 先皇驾赫西去 新军即位 明年齐改年号为康姬元年 来 钦此 皇上 接旨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圣旨到 先皇驾鹤西去 新君即位 明年起 改年后为 康熙元年 钦此 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行了 你去吧 告诉二位大人一个消息 顺治皇上驾崩了 八岁的三皇子即位 科尔齐 科大人的叔叔 欧拜 欧大人 现在是新皇上的父臣 三皇 金无疽 库号 人家 估山 看犯了 看犯了 卡饭了 怎么会 开犯了 你着急 这儿都有 我饿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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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 给我来点 多撑点 多给点 给点 您行行好 多给点吧 于老爷 你跟我下来是同一个人 别吵 别吵 好了 走 别吵了 再给我 再给我 多给你 多给你 来 别离开 去吧 去吧 谢谢 谢谢 你的 周大人 于儿 大人 有什么吩咐啊 别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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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清楚了吗 拜托到安国寺 把这三个字带给春天发誓 好 春天发誓 您匆匆叫我们来 所为何事啊 兴先生 这张小纸片 是成龙托永宁守备兵营 一个兵丁送出来的 什么 成龙托兵丁送来的 对 陈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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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成龙 是让我去找陈廷静 陈廷静 如今在朝廷做什么过 那秘书院的检讨 什么 一个小小的秘书检讨 他能办成如此大事 我说亲家 眼下都什么时候了 死马灯 活马医 我马上备车 进京面见陈廷静 玉丁啊 到山下 诸辆好车 一路上啊 好好照应个好先生 余大哥 您放心吧 我一定把邢先生 平平安安地送到京城 爹 上上京城 别忘了咋听咱家俩的消息啊 欣家 你们回吧 爹 路上注意 注意身子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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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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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先生 子敦 学生不知道先生是您来了 实在是失礼 子敦 起来起来 快起来 谢谢先生 不愧是老朽的爱徒 能行出如此规范之大礼 先生过奖了 先生旅途劳累 快快请坐 先生 先生来京师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学生一声 学生好出城迎接您呢 子敦 此事重大 不宜声张 威势匆匆而来 就是有要事与你相伤了 先生请讲 快坐 学生不敢 坐吧 这么说 明珠明大人已经派人前去山西调查卡尔吉 圈占土地的事情了 是 他们还是找过我 可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原来是这样 先生 据我所知 这件事情相当复杂 你听学生慢慢给您讲 顺之皇帝驾崩 皇三子玄业继位 盖明年为康熙元年 可是先生您知道吗 这康熙皇上今年只有八岁 八岁 所以朝廷遵遗诏 为年幼的康熙皇上设定了四位俯臣 这四位俯臣当中排在第一位的 是能文能武 四朝元老索尼索大人 可是索大人年老体衰 疾病缠身 实际上已经无力辅佐 这位年幼的康熙皇上 排在第二位的 是郑白旗旗主 义政大臣苏克萨哈 这苏克萨哈原本是多尔滚的亲信 可是没想到 最后居然叛主告发了多尔滚 此人人品极差 朝廷上上下下 都对其赤之意 这排在第三位的是鄂比龙 此人虽然官衔不少 可是能力有限 这最关键的人物 是排在第四位的敖拜 敖拜 对 敖拜虽然没有前三位俯臣的地位高 这敖拜在宫中也颇具影响力 尤其他是上层保守贵族势力的代表性人物 可是此人极其自负 自以为出身 工业 心计 乃至体魄 都剩余前三位老臣 康熙右帝登基之后 就躊躇满志 毫不谦让 如此说来 在皇上身边说了算的人 就是敖拜了 他岂止是说了算啊 他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 什么 此人竟然如此霸道 先生 您知道侵占你们土地 关押于成龙的喀尔其 跟敖拜是什么关系吗 什么关系 这喀尔其是敖拜的侄子 所以你们想要告到喀尔其 夺回你们被侵占的土地 从喀尔其的地牢里面 救出于成龙 这最大的难关 就是敖拜 此段 那此事就没有任何希望了 希望也不是没有 只是很小 先生 您先别着急 要不让学生 让学生试试吧 学生前些日子被选上皇上身边的士度 在这洪德殿里日日陪着康熙皇上读书 或许能找个机会将这件事情奏成皇上 好 好啊 先生 您先请坐 可是先生有所不知 朝廷规定 皇上身边像我这样贫瘠很低的士度 是禁决向皇上奏报任何事情的 更没有上书的权利 看来这件事情 要想别的办法 子段 为师 为难你了 先生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恩师的大恩大德 学生无以为报 这回就算是干脑涂地 学生也要将这件事情办成 子段 为师 谢谢你 先生 好 丁老爷 门外有个叫陈廷静的士度求见 快让他进来 喳 廷静啊 明大人 有师远迎啊 卑职拜见明大人 你这是做什么呀 赶紧快坐 明大人先请 快坐吧 谢明大人 明大人 听听这次来 是有事情 想让明大人给指教一下 好啊 尽管说 新皇上 新皇上 贤皇驾崩 新皇登基 敖拜辅佐 这就是今天朝廷的新格局 这个新格局 不仅对朝廷会产生 新的影响 对永宁 对莱普村 对你我 产生影响 周大人 我们有希望了 永宁有希望了 敖拜是卡尔齐的亲叔叔 是康熙皇帝的俯臣 我们有什么希望 周大人 你想想看 历来新皇登基 必有新举措 新开局 新面貌 王王首先要割出前朝的必证 眼下前朝最大的必证是什么 全帝 可新皇上只有八岁 真正主政的是俯臣不是皇上 无论是俯臣还是皇上 都是新朝的代表 他们为了给新朝开创新局面 都会不遗余力地割出前朝的必证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你说的一点不错 新朝一定会带来新气象的 可你别忘了 我们告的是卡尔齐不是别人 他是老拜的亲侄子 你说那个新气象 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这儿 周大人 你也别忘了 全帝是前朝最大的 最祸国扬名的必证 这种不得人心 祸及民生的事情 如若新朝不能彻底割出 又如何能开创新气象 又如何能问古江山社稷 又如何能让一碗民众忠心归顺 如若新朝 真能将全帝之弊证彻底割出 我余成龙既是付出心灵 也在所不惜 这老亲家去京城 有些日子了 怎么一点消息怎么都没有啊 不知道见了 见了长廷经没有 这事情办得如何 这世道啊 他其人 爹 您别操那么多心了 身子不要紧啊 这卡尔齐 把成龙压在地牢里 我 我能不着急 可是你操心有何用啊 那老亲家去京城 那还不就是为了成龙的事啊 你呀 就一点事也经不住 自己倒先病倒了 我没用啊 好了好了 老亲家要有消息啊 很快就传回来了 余大伯 余大伯 你俩晃晃晃晃的 出什么事了 什么事啊 跟大娘说 顺治皇帝驾崩了 即位的是八岁的三皇子 年郝康熙 而卡尔齐的叔叔好败 成了新皇的父征大臣 说 说 说什么啊你们 我儿没救了 我 我儿没 他爹 余大伯 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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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心理啊 少卑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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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不好了 什么事啊 慌慌张张的 我们的圈地集全都不见了 什么 我们插在来补村的圈地集 昨天新插的圈地集 被那些刁民一眼之间全拔光了 背马 驾驾驾驾驾驾 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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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明大人教诲的事 卑职明白了 还有 这卡尔齐侵占山西永宁土地的事呢 就照咱们俩说的办 这个事只能这么办才能办成了 来 等一下 等一下 这是邢先生带来的状书 你看一下 你马上去找熊次吕 让熊次吕出面去谈和卡尔齐 这熊次吕在朝里 仗义直言是出了名的 所以这事儿 让熊次吕去是最合适的人选 那 卑职这就去办 还有 你来我这儿呢 我想也没有必要让外人知道 报告熊次吕 好 那卑职告辞了 就在这儿呢 你们几位进来吧 陈金庆 陈在 雄四旅参奏的 可是你们山系的事情 回皇上的话正是 圈地之阵 加剧了百姓疾苦 继承祖先的基业 在于安天下辅民生 将民间土地圈于旗下 以致生民失业衣食无衣 流离困苦 朕身为可民啊 启奏皇上 顺之四年 朝廷就已经颁发了 涌进圈地令 可时至今日 永宁守备可二旗 仍大肆圈战民田 俘臣敖拜敖大人到 敖拜 叩阅皇上 敖拜 朕要问你一件事情 你可要如实回答 皇上要问什么事 顺治四年 朝廷就已经颁布了 涌进圈地令 为何到现在 还有人再继续圈战民田 八旗禁令 是国家根本所系 而圈地 是出自先皇 对其人如恩爱养之初衷 于是怎么可能完全进决 圈地造成声明一时无异 流离失所 为何就不能完全进决 只怕是那些人 各个的徒有私利 无视朝廷律令 这是国家大事 你个小孩子动了什么 大胆 老大人 退下 来 起奏皇上 陈宁静 你有什么话要说 喀尔其圈战永宁土地室 可于明日御门听证时 由雄四旅 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面 公开上书参奏 准奏 秦先生 马上就要到安国寺了 我那老亲娘肯定急死了 不光是余大搏激 家里的人一定都很着急 是啊 可是光急有什么用啊 走吧 老施主得的是促中之急 来 吃吧 既是我们俗话所讲的中风 谢谢俗话 得病之后 失去了说话和行动的能力 此即善无良方 只可一边医治 一边调养 谢谢法师 阿弥陀佛 大师 姓家 你从京城回来了 回来了 见着陈廷静了没有 他是怎么说的呀 见是见着了 他也答应了 可是此事太过重大 谁也不敢说 他就能办成啊 成龙他爹啊 已经为成龙的事都急病了 中风了 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呢 快快快 快带我去看看 守卫大人 守卫大人 您找我 莱捕村的人 把我插在地里的提字全给拔了 有这事 有这事 下官真的不知道 曲鼎 你可是永宁的知州 这些刁民公然违抗我的命令 你居然说不知道 要是为大人 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大人哪 要是知道的话 在下一定会 说 继续说 大人 您让我说什么呢 说什么 带着你的人 把拔掉的旗子 重新地给我插回去 守卫大人 守卫大人 求您饶了我吧 饶了我 不插是吧 不是在下不插 我 你是不是跟俞成龙 穿一条裤子呀 守卫大人 我怎么会跟俞成龙 穿一条裤子呢 好了 不插也行 那你就说一说 莱捕村村民背后的指使者 到底是谁 是俞成龙 是俞成龙 还是周瑞和呀 你是不是想掉脑袋呀 说 守卫大人 他们俩 他们俩都是 都是 是 这就对了嘛 这 才像是用您的支舟嘛 大人哪 要是没别的事 在下 就先告辞了 站住 我还没说完呢 还 还有事啊 俞成龙和周瑞和 你说 我该怎么处置啊 处置 我是继续把他们关在大牢里 还是拉出去砍了呀 这 大人啊 我 刚才 可是你说的 他们是莱捕村村民背后的指使者 大人啊 在下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如果不把这两个人砍了 那些刁民能老是吗 使不得 万万使不得啊 不 守卫大人 守卫大人不好了 什么事啊 慌慌张张的 船口村地里插的全地区 也被那些刁民全都拔了 反乱 彻底地烦了 是是是 秦家 秦家 别急别急 我去京城啊 见到陈廷静了 成龙他们的事情是有望的 老头子 别着急了啊 你看秦家公说了 成龙他们的事有望啊 爹 春天法是不让您动 您就别动了 静静地躺会儿吧 秦家公啊 成龙那边有信吗 没有啊 啥信都没有 嗯 大人 这川口村的人全都不见了 那人都跑哪儿去了 听说他们都跑到 莱埔村的安国寺去了 跑到安国寺也救不了他们 大人 奴才想 这俞成龙和周瑞和 不仅仅是莱埔村的 背后支持者 也是川口村的背后支持者 甚至是永宁州的背后支持者 扶朗 奴才在 你带人把这片房子给我点了 奴才遵命 大吾 在 你派人去安国寺 把那些刁民给我押回莱埔村 喳